是 今天晚上就會注意到 江慧出現在國宴 他會穿著打扮是什麼樣的裝扮 會不會是整個國宴當中 僅次於蔡英文 總統最閃耀的明星 他會不會唱歌 還是他就不會唱歌 那會不會打壓 中國怕中國打壓 這些內容都會逐一的去出現 但是裡面透露的秘辛是 江慧這張國宴的邀請函 是林全給的 對 林全還特別打電話去邀請他 以往國宴的邀請函 包括民意代表 他們是主動聯繫給你 可是唯一只有他 林全是親自打電話去 我們知道他跟羅蘇蕾關係也不錯 因為羅蘇蕾一直是江慧的會計師 所以羅蘇蕾委員一直肯定 斬釘截鐵的說 江慧不會去蔡英文的這個國宴裡面 結果江慧還是答應了 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來 逆人斷這段話 山門海事 我們兩個有詛咒 用國語講 有手抓 再怎樣你偏偏來變卦 這個臺語歌用中文 你也蠻有趣的 我想未曉 我不知道 你那麼虛華欺騙了我 刺激了我 來 這首歌是最經典的歌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是最經典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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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是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知道嗎 他十歲的時候 他十歲的時候就開始農莊去演 就已經開始農莊唱歌了 那麼曾經有個歐基上 還給他一包很大的紅包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事情 是明宇 剛剛我們聽到什麼 酒後的心聲 這是他一九八三年 其實他唱片 還有你要忍耐 還有酒後的心聲 這三首都是大賣的歌 這裡面其實背後 都有什麼樣的故事 沒有錯 你講的是說他的歌聲有濃厚的滄桑感 就是他可以唱出這種市井小民的心聲 那你剛剛看的這個酒後的心聲 他的這個賣座是賣破一百萬張 曾經是有一百一十六萬張的記住 這也是臺灣史上首張的這個台語專輯 可以賣破百萬張的 非常的不容易 那你知道國語專輯 賣的最好的是張學友 張學友的這個穩別 也是賣破一百萬張 可是臺語要能夠賣破百萬張 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你知道臺灣的市場 聽臺語歌的人就這麼多 那你說臺語歌能夠 能夠這樣子在臺灣市場銷售 所以他能夠創下了一個無人能及的奇蹟 所以將會也是因為酒後的心聲 在臺灣奠定了他臺語歌後的一個地位 那講到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說他歌上 歌聲當中 就是讓人家覺得快智人口 就像你說的這個餘音繞樑 我覺得說他歌裡面 就是有那種渾然天成的滄桑感 這當然是跟他從小的生長背景有關係 那大家都知道說江蕙他們家有五個姐弟 因為他排行老二 所以大家都會叫他二姐二姐二姐 那因為他家境真的是很不好 那所以他從小的時候大概十歲 你知道小十歲的時候 就大家應該是最快樂的年紀 就是無憂無慮跟同學都在一起玩 在一起讀書很開心 可是沒有 因為他們家真的太窮了 所以等於說從小十歲的時候 他就要開始擔負家計 那擔負家計 他其實那他沒有一技之長 你說那麼小的小朋友 他能夠做什麼 那因為他就是從小就很會唱歌 愛表演 那所以呢 他爸爸就說 那你既然這麼喜歡唱歌的話 就在朋友的牽線之下 他就去北投的這個拿卡西 就有機會朋友的這個爸爸的朋友就牽線 就介紹他 然後去那個北投的拿卡西溫泉區那邊 就開始過他那個駐唱的生涯 你知道他因為他小時候 因為他年紀真的太小了 那就是你知道有的客人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小孩子到底懂什麼 你這個小朋友 你能夠唱出什麼樣的歌 你是不是頂多十歲小朋友 就唱小毛驢 或唱那種小猩猩這種兒歌 所以他為了要讓人家覺得說 他感覺比較成熟 他還故意化那個濃妝 所以你看他以前的 那個小時候的照片 他才小小十歲 可是他穿那個和服 然後就頂著一個大濃妝 人家就那時候看到是覺得有點不搭 跟他這個年紀有點不搭 是覺得蠻好笑的 可是你再回過頭來看他的成長背景 其實覺得還蠻心酸的 其實不只他 他後來就是唱歌之後 還帶著他的妹妹 所以江淑娜就兩個人去這個拿卡錫 這麼走唱 所以就是有那種苦情姐妹花的稱號 那你知道那時候北投的那種溫泉區 那時候這個可能就是 大家還受到日劇時代的影響 所以大部分人受日式文化 日式教育的 還是比較喜歡聽日語歌 那你看這個小小的江淑 他可能就是連國語都說不好 因為他們家是做台語教育 連國語都講不好了 他為了要去迎合那個客人的口味 他還特地去印背 印背第一首日文歌 叫做愛你入骨 那愛你入骨 就是後來還 因為還出了一張唱片 那所以人家就會就是說 他這麼小就印記那個歌詞 然後但是因為他的歌聲 就是很特別 然後所以就客人深受客人的喜愛 所以大家都常常點他 他那時候就說 他第一次出登場的時候 他唱這首愛你入骨 然後唱了兩首日文歌 就可以賺十塊錢 哇那時候十塊錢不得了 他就覺得好高興好高興 後來他就開始加緊的練歌 因為他爸爸也覺得他有天分 就開始讓他加緊的練歌 就沒想到這樣一天唱下來 他跟他妹妹就一天唱下來 一個人大概可以得一百多塊 那妹妹也得了一百多塊 然後就兩個人加起來三百塊 就很高興就把這個錢 交回去給他的爸爸媽媽 那就是說後來 那時候的三百塊有多少 我跟大家報告 當時那個時候一個就是高中老師 國中老師 他一個月的薪水 大概就是兩百塊 都是一個月的薪水 大概那個年代就是 我們指的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一個月的薪水 大概差不多就是就是七 就是七百塊左右 所以他拿了三百塊 是等於是老師薪水的一半 真的是很不錯 所以他自己也認為說 從那個開始駐唱 他開始改善他們的家境 可是你知道嗎 你賺錢是用他的青春去換的 他的這個拿卡錫 駐唱是從十三歲 十三歲唱到十八歲 等於說他的青春年華 都在負擔佳記 都在這個拿卡錫的場所當中度過 那後來他就因為就是 因為他就唱拿卡錫 就是越唱越出名 那那些拿卡錫的阿姨 他自己的那個回憶錄裡面 就有提到說 因為那時候拿卡錫的阿姨 就有點懶惰 就是大家喜歡就是打麻將 那等到輪到江蕙的時候 他大概就說江蕙 反正你那麼會唱 那你就繼續幫我們唱 因為就是說江蕙去唱 他們也可以抽成 因為他們是一個團體 一個隊伍的 那等到輪到江蕙 就是說等到阿姨 等到他們去唱的時候 阿姨他們就寧可在那邊打麻將 然後讓小江蕙跟張淑娜去唱 然後他們可以抽紅就可以了 那也因此江蕙的跟張淑娜表演的機會 越來越多 那也在那個拿卡錫的那個年代 讓他奠定了他歌唱的功力 所以你說他後來就很會點唱 客人不管點什麼歌 他幾乎都能夠如暑加珍 都很會唱 也是因為在那邊的時候 就練出了這個功力出來 他曾經有一件事情是 在十二歲的時候 有日本的奧客 看到他年幼可期做什麼事情 就竟然還要叫他去坐臺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說他為了不要讓自己年紀 看起來很稚嫩 所以就故意化那個濃妝 所以有的客人就覺得說 其實他跟他的年紀有點不符 就感覺比較成熟 所以他就以為說他去唱歌 就以為他也是坐臺的小姐 然後還要拉那個小妹妹去唱歌 還叫他坐臺去陪酒 他那時候就嚇到了 對 我是覺得說 但他成長過程還蠻悲哀的 幸好當時有一個日本的客人 幫他擋下來 不過裡面其實有非常關鍵的 一些內容 那我是個 因為我從媒體上面 我找到是友台的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他當時九歲的樣子 說真的我乍看之下 我還以為成局上升 有嘛 小花媽有像嘛 很可愛的一個小女孩 她九歲的時候 可是才一歲之後 差一年之後 就是他一二歲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的打扮 非常的濃妝 十歲濃妝 這裡面有個插曲 這個插曲也非常經典 就是他跟他的妹妹 江淑娜唱的第一首日文歌的時候 那麼客人就很開心 就給他們十塊錢 那麼也就是說一首歌 一個人是五塊錢 就他們第一次拿到十塊錢的時候 感覺到 我只要會唱日本歌 我們就平均每個可以分到五塊錢 你知道嗎 你想一下 一個是十歲小孩 一個是低於十歲的小女孩 他們日文連聽都沒有聽 就硬聽的每天背誦日元歌 不得了了 剛剛這個 剛剛明明有談到 一天可以領到三百多塊台幣 在那時候是個很大的數字 好了問題來了 這時候是不是很多心酸的故事 也產生了學位 學歷怎麼辦 要不要念書 還有這過程到有沒有被人家欺負 這件事情我們都會一一請國安來跟大家報告 不要忘記 國安只能在三立唱這個歌的時候 曾經是當歌王 但很抱歉 他現在當我們來賓 我們先進口廣告